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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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如风在重创任爱乡 国担委秋档渡楼 签文托酒 民众也不可以拼手家库 为了要协助其民重建家库 重分运用在地人力 任爱乡所推动以公代政 临时就够的方案 劳动部这边 允许我们灾民 如果自己是受灾户 如果住户里面 可以自行来整理自己的家园的 只要多少人力 一个两个三个是只要在户籍里面的 有能力来协助 这个清理家里的 我们都可以用以公代政的方式 来支付他的一个工钱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先以一个月 为一个范围 那这个部分由我们的 中央的劳动部来支付 那万一如果你的 你是受灾户 然后你无力 来整理自己的家园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委托我们的村长 能够找故宫 找我们部落 这个体力身体比较好的 来协助 我们无法整理自己家园的受灾户 那这个部分的以公代政 费用就由我们的县府 还有我们的这个圆明会 来支付 引领天灾临时的集结方案 受灾后可以透过船长 船长 向公所社会库来申请 这方面可以提供 受灾后临时集结的申请 另外这方面可以协助 受灾民提倡扫 还有在厚中间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以公代政吗 我不知道耶 以公代政 有知道 有以公代政这个的话 可以对 可以让 呃 没办法暂时没有工作的居民 可以有工作机会 然后又可以帮忙清理家园 所以这个措施是不错的 那民众如果有需求 可以怎么样来那个申请 那如果有需求 就是跟我们村办公处登记 然后 一户的话就是看有多少人力 不是不限 一户不限人数啦 就是你们有两个可以帮忙 都可以来登记 现在的这个物资站这边呢 也开放给所有的民众 来做以公代政的登记 那也有很多的 都是我们村里的年轻的志工 大家一起 不分你我的来投入救灾的工作 光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 这样的一个用心 那么大家关心自己 村里头的长辈 都让我们看到了原住民的团结 在后民众没能整理家园 开店的民众没办法来做生理 在南岛管政府的协助 原来香港所以公代政 临市集结方案 虽然只有基本的心主 但是可以赶紧收拾民众 主力经商 记者 欢迎订阅 插红坤 插红报导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